微博和Facebook正好 Chinese Radio Seattle 今天在收听的是西亚洲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7日 星期三 农历6月29 我是柯宇帆 我是丁燃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 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 分别是情感夜线 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二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平苏联载西亚多少年说 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西林港湾 是欣赏的 周日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月韵畅谈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的新雅图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 或HDFM98.9Channel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tnw.comslash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下载随着Seattle's App 或者下载KKNW AMAT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菲律宾发生7.0级地震 造成4人死亡 4人4人受伤 这次地震震中位于 菲律宾人口最多的岛屿 旅宋岛 地震还造成了至少 50处山体滑坡 建筑物严重受损 官员表示部分偏野地区的情况 容不清楚 可能会有更多的所报道 中国膨胀冲击南亚 孟加拉向IMF寻求贷款 随着贸易密差扩大 该地区国家难以进口 越来越贵的柴油 汽油和储用天然气 一周前 孟加拉国为应对燃料价格飙升 而实施了有计划的停电 孟加拉国官员表示 该国外汇储蓄正在减少 这也正是另外两个南亚国家 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 向IMF寻求援助的原因 乌克兰击中赫尔松一座关键桥梁 破坏俄罗斯普及线 乌克兰国防部称 在进出赫尔松的路线上发动 袭击给俄军造成了一个两难困境 要么撤退 要么被揭灭 当前乌克兰军队面临极大的压力 他们需要向西方盟友证明 他们不仅能够建立强大的防御力量 而且有能力收复失地 随着乌克兰军队全面进攻 重新夺取该地区首府 做好准备 克尔松已成为了关键前线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在加强对乌克兰南部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导弹袭击 多尼斯通过新宪法 恢复总统治 巩固一人统治 根据选举当局公布的结果 百分之四十九十四点六的选民通过了新宪法 但这次公投受到了大规模抵制 选民的冷漠和严重偏向赛易德的安排 均影响了投票结果 总统凯伊斯 赛易德在讲话中否认有任何权威主义倾向 但新宪法将极大扩大总统权力 突尼斯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 此前被认为是该地区一轮新的民主运动中 唯一幸存下来的民主国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每期时间晚上9点07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多久前突发的中国烂尾楼业主停贷潮 和河南村镇银行爆雷持续受到关注 被认为可能升高系统性风险 并威胁社会稳定 由于事捧中共高层在北戴河的 非正式会议期间和定于秋后召开的 二十大金融倒计时阶段 当局相继推出了一些效应的临时措施 试图安抚受害群体环境矛盾 出现了北京对这些不稳定的因素的高度重视 这些可能演变成影响中共政权统治的金融危机 和社会动荡深感担忧 与此同时有维权业主表示 上海市当局拒不执行中央政府有关规定 监管不利应被追责 2022年在武汉肺炎疫情复然的阴霾刚刚过半 位居世界GDP第二的中国近几个月 这年发生经济上的负面事件成为一动热点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和多名政府官员被指违法给储户 滥付红码之后 上千名受害储户 据在省会郑州举行了近几年罕见的拉横幅抗议 当局强力清场后连夜通告答应为受害储户出资电付 7月15日起四家河南村镇银行冻结储户资金 近三个月后通过微信程序村航电付 结算5万元以下的小额存款给部分储户 其中许多人曾遭遇手机被非法 非法赴红码而出行受限引发舆论 哗然 7月14日山西省西安市街头出现了上千名烂尾楼受害业主包围 陕西省引爆监局并与大批警察对峙的场面 这是正在中国二十多省和石峡市迅速蔓延的烂尾楼业主 以公告即将停止还贷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维权活动的一部分 去年中国几家巨型房地产开发厂由于过度扩张而出现资金链断裂 先后发生了债务违约 使得相关的烂尾楼楼盘复工更加遥遥无期 江西省景德市恒大龙亭楼盘九千多户 业主在多次现场维权要求复工无果的情况下 于今年6月30率先在网上晒出了一份强制停贷告知出 随后二十多省市引起饱受同样困扰的烂尾楼 业主的强烈连锁反应 烂尾楼通常是指已经开始 却因开发商缺乏足够资金而无力完工 并验收交付的建筑工程 7月25号路透社报道称 中国当局将设立一个房地产基金 以帮助房地产开发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 恢复对房地产的信心 基金总额可高达人民币3000亿美元 3000亿元 约440亿美元 自房地产业债务危机去年爆发以来 这是当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以期在解放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同时 尽快缓解几乎席卷全国的烂尾楼业主停贷维权风暴 广州电产资深中介人姚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政府在此敏感时期出拒资安抚 受害者和拯救楼事是必须的 以缓解这场停贷危机首要是要保交楼 时代周报猛马工作室发文称 有业主表示楼盘无法交付则无需继续偿还按揭贷款 但从法律上看 强制贷款或者构成业主与银行签署的贷款合同违约 影响业主征信或者是导致业主成为失信人 若烂尾楼房主业持续断供 将进一步影响银行流水收入 对金融链条运转带来的冲击 从开发商角度看 如何权衡保交付和稳发展之间的关系 必将成为必考题 在网上流传的音像资料显示 大大小小的烂尾楼遍布几乎中国各地 涉及的房地产开发商包括恒大 绿地 融创 太和 新院 等名声显赫的大房企 由于各种原因停工的烂尾楼多达数千 涉及资金超过万亿人民币 烂尾年头少则一年半载 多则数十载 甚至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 如1994年兴建的安徽合肥 新鸿安商城 和1992年开发的广州165栋集资住房楼 中国房地产价格近十几年来飙涨 平民家庭一般都是老人和晚辈 倾尽所有积蓄才能购买楼房的首付 网民称之为掏空六个腰包 所谓楼盘一旦烂尾 有些业主迫于财务压力 不得不入住他们还在贷款的 没水没电没燃气的三无毛坯房 每天早晚徒步在他们的高层新居爬山爬下 西安市的高层住宅小区 义和坊烂尾十年 天津西高区的高银金融117大厦 亭亭渐渐十多年 经过自媒体人风哥和小叔的视频介绍 其背后心酸飞鱼所思 法国世界报分析佩洛西访台计划 不仅让北京发表 白宫和五角大楼也被激怒 这件事在华盛顿引发的 这种公开分歧是不寻常的 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多年以来 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跨党派的共识 包括在台湾普时期 纽约时报引述白宫官员说 白宫更希望佩洛西女士取消行程 内部的担忧正在加剧 白宫担心的是在习近平准备召开 在中国二十大之际出现误解和爆发风险 拜登早些时候被问及 对佩洛西访台计划的看法是 他说军方认为目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美国媒体报道 拜登周四与习近平通话 涉及内容包括乌克兰战争 以及是否取消特朗普时代 制定的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 还包括台湾问题 以及佩洛西的访台计划 对台海关系 拜登关切密切关注民主党参议员 库文斯的看法 他的看法更为阴暗 他对美国纽约时报表示 有一种观点认为 北京可能准备趁着台湾 有时间建立防御之前 早出手下重手 我们可能会比想象的更早走向对抗 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书利 则认为 在距离中共二十大还有几个月之际 中国国内局势十分紧张 习近平希望获得第三个任期 佩洛西议长若此刻访问台湾的风险在于 他的访问将被视为是对习近平执政的羞辱 习近平本人也会这样认为 因为他可能采取一些清晨的行动来显示 起影响力 谢书奇还认为 鉴于习近平最近错误判断损害中国利益 并引发内部争议 比如清零政策 在乌克兰战争中选择有俄罗斯保持一致 下重手监管民营企业等 因此不能指望习近平在军事上 对佩洛西的访问做出谨慎反应 于心冒战争的风险 不如推迟访问 纽约时报引用美国官员的话说 尽管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愤怒 佩洛西的访问计划仍在推进 台湾主要政党官员和议员都非常欢迎佩洛西来访 而且台湾方面担心 如果佩洛西取消了访台计划 会助长北京的企业引发寒蝉效应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周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导班子上 称自己当政十年的成就 具有里程碑意义 他特别强调第二任期 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 而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未来五年至关重要 或有非他莫属之意 观察人士认为这篇讲话 可视为是习近平的继任宣言书 再为下一任提供政治局 甚至常委主要人选部级干部 主要领导人基本调整完毕 各地党代表会选出党代表 其主要的亲信各就各位 且拼命向他表中之后 习近平讲得如此明白无误 大约自示兵马齐备 时机已经成熟 省部级主要的领导 专题研究研讨班 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贯穿极意图的吹风会 分量应该不比成文的 主要在幕后务须的北戴河会议清 尤其是在二十大召开前几个月 举办一场研讨会 时机微妙 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 尤其是重要的省市第一把手 都是未来新一届政治局 甚至是常委会的主要人选 新一届被视为极有希望 进入中共常委会的 现在处于省部级重要位置 这些位置几乎都被齐的亲信把持 诸如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广东市委书记陈希 李希等 而部级主要领导人 包括公安部长王小红 则在二十大开幕前几个月事实到位 中共组部和中办则继续由 陈希和丁学祥分别把持 在此关键时刻 习近平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 就是要给把持全国各省市 中央各部的主要领导人 招视他的愿景 而他的愿景众所周知 就是在秋季二十大成功连任 习近平接下来讲的是 应该视为在介绍他担任总书记 以来取得的成就 但是习罕见的把他执政 十年来割裂开谈 把重点放在第二任期 而且使用了极不寻常 极不平反这样罕见的提法 来概括中共十九大以来 这五年 他带领中共越过清涛骇浪 习为这五年来开出的成绩单 包括全力推进全面进程 小康社会进程 完成脱贫 台海稳定 大国外交等等 但习特别强调了被遭国内外诟病的 甚至谴责的成就 亦是香港实施的取消一国两制 习称此为有效的实施对特别行政区 全面管辖权 把全国人大取代香港立法会制定 港版国安法 从而对香港民主力量的实施 全面打击表述为 牢牢把握香港大局 二次实施严酷且收效甚微阙 四生灾难巨大的清零政策 有趣的是 习近平罕见的没有在这里强调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却强调 统筹经济发展和防控疫情 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广告核位已经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 是什么时候 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 62号码头找到一切 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 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 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 加入我们 再次发现您的城市 夏天到了 去62号码头看看 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 请访问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您正在找工作吗 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 或者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 如果您需要先付钱 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 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 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 不会要求您先付钱 才会录用您 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 这些通常都是诈骗 因此 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 才能赚钱 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 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 网址是 reportfraught.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 获其王子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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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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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十周年 今天来说现在是 西亚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了 我是特宇芬 我是丁燃 今天是2022年7月27号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亚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 周三首次公开露面 显示他的新冠康复 他露面时称赞 他的政府在治理疫情方面 取得了进步 拜登穿着西装 并戴着他经常佩戴的 飞行员墨镜 出现了白灯玫瑰园 看起来精神很好 他说我走出来时 我以为我听不到 我的助手抱怨说 他回来了 感谢留在这里 拜登的医生说 拜登周二晚间 和周三上午 两次对新冠病毒 检测成了阴性 因此结束隔离 白宫医生奥克拉娜表示 他的症状一直在 逐步改善 几乎已经接近消失 总统之前完全完成了 他的抗病毒药物 五天的疗程 他说拜登将继续 在其他人作为 开戴10天的合递的口罩 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 星期三将其基准利率 提高了0.75个百分点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二次 如此大幅加息 试图以30年来最强势的做法 来遏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的举措 将把关键的利率提升到 2.25%到5%的区间之内 这是2018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该利率影响到许多消费者 和企业贷款 在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 美联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 美国的通货率升到9.1% 这是41年来的最大增幅 美联储曾在上个月 宣布加息75个基点 连续大幅加息的决定 反映出美联储试图 大力减缓各个经济领域的 物价上涨 贷款利率升高之后 房屋汽车和商业贷款 的成本将会增加 从而依据让消费者和企业 更少借钱和花钱 使得经济降均 减缓通货 在中国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参议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可能收发访台不断发威胁 升级之际 台湾年度汉光38号军演 时兵与部分实弹演细 这个周开始 台湾军方承诺准备好 对入侵做出乌克兰式的回应 台湾演习进入第三天 重点是在新北市淡水附近 模拟从淡水河进攻 夺去台北巷 沿岸部队总中员 在台北巷和淡水河的巴里滩 进行反复的反动路操练 这次汉光演习正值台海局势 紧张升至一个高点 北京近日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可能访台连接 戒言发出强硬的威胁 以防外界担忧台海局势 可能陷入自1990年以来最糟糕的情况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 以64比33的表决 通过了芯片法案 将其进一步推进 两党议员都认为 这部法案是在应对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上 至关重要 这部总额为2800亿美元的法案 将为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商 提供520亿美元的资助和财政激励 芯片是许多产品中的关键部位 但是很多的通常都是以国外制造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星期三在最终的表决前说 今天是美国民众走向我们国家 未来的一个好日子 我坚信一旦亲属成为法律 这项法案将重新唤醒美国的发现 和创造精神 这种精神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羡慕的对象 法案还将继续为未来十年的科学研究 提供2000亿美元的资助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这日到7月27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血诊病例为 90973161人 新增239273人 死亡1028819人 新增933人 这日到7月26日晚上11点59分 华州新冠病毒病毒 总病例为1729949人 新增3904人 死亡13604人 新增43人 其中金线确诊人数为489053人 死亡2984人 第二四线确诊人数为220765人 死亡1463人 Small Homish County 确诊人数为181864人 死亡1219人 Sporkan County 确诊病例为137888人 死亡1459人 克拉克 County 确诊人数为101102人 死亡866人 Alkima County 确诊人数为76930人 死亡806人 敦腾 County 确诊人数为56892人 死亡495人 Thurston County 确诊人数为56232人 死亡444人 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住院的人数为68122人 国家气象局已于7月26日周二中午开始 向金线发布高温警告 公共卫生 西亚图和金线都说那些 在高温下面面临健康问题 风险较高的人采取预防措施 以保时良爽 热引起严重健康或包括肾衰竭中风和 新冠病发错 中暑也是极大的风险 在发布此高温建议的同时 公共卫生部门每天发布有关 高温相关的疾病监测和初步数据报告 今天的报告是2022年7月26号星期二的数据 金线法医办公室报告7月26号星期二 灵力与高温死亡有关的和灵力溺水 由于高温相关的死亡可能不会在高温暴露后 立即发生 被发现或者确认 因此可能会在稍后确认此期间的其他死亡 如果是这样 将包含在本报告的未来版本当中 华盛顿州的初选将于8月2日下周举行 人们将为联邦中和一齐的一些关键位置投票 今现在选举办公室表示 由于地区边界发生了变化 可能会使投票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 本次选举季节的新法律 是在华州的华州生效的一个新法律 允许17岁的人在11月大选前年满18岁的情况下 初选投票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华盛顿分会表示 他们希望确保所有美国人都知道他们的选择 并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包括您可以有投票的不同方式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发言人克里斯蒂纳克莱姆说 你们可以在选票日投票 他们可以提前投票 了解候选人的一个简单方法 是仔细阅读邮寄给您的小册子 并确保您收集信息的方式多样化 不要依赖一个信息来源 将在选票投出之前请确保您签名 这是选票被拒绝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周三西雅都市长 露鲁斯·哈利亚 提名西雅都交通部的新任局长 哈利亚宣布 他将任命 Grad Sportis 担任此职位 等待西雅都市议会的确认 根据哈利亚办公室的新闻稿 斯波茨目前担任 洛杉矶街道服务局的执行官和首席 可持续发展官 该局负责监督1500名员工 2.3亿美元的年度预算 和超过3.5亿美元的资本计划 警方正在寻找一名 从华盛顿州轮路上偷走汽车 随后又肇事逃逸的人 华盛顿州巡逻队表示 新假晚上11点左右 这名男性嫌疑人 在班牧旅骑岛轮渡码头的 韦纳奇轮渡上偷走了一辆 2006年的灰色奥迪A3 随后在十字路口闯红灯 与一辆有着两人的凯美日汽车相撞 这时嫌疑人丢弃被盗车辆而逃跑 嫌疑人一旦被抓获 将面临肇事逃逸等重罪的指控 下面播报天气预报 大西雅都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67度 摄氏19度 明天晴最高新闻华氏86度 摄氏30度 最低气温华氏66度 摄氏19度 请继继继续收听西雅都中文电台新闻 夜线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 TV.com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7月27日中午3点 2022年东亚杯第三轮展开较量 中国迎战中国香港队 最终中国队1比0战胜中国香港 取得本届东亚杯的首场胜利 以一胜一平一负的战绩 结束了本届东亚杯比赛 东亚杯前两战 中国男足一平一负 上轮B平日本 首轮0比3不敌韩国 中国香港两战皆负 0比6惨败日本 0比3不敌韩国 据英国媒体报道 C罗再次告诉曼联董事会 他不想继续留在俱乐部 葡道亚人没有参加球队 最近的一场热身赛 他的未来还悬而未决 经过几周的不确定后 C罗最终在最近加入了曼联的训练 但事实是 他的未来仍然是未知 据美日邮报报道 葡道亚球星在席经纪人 豪尔赫门 门德斯的陪同下 要求董事会 给予他自由转会的许可 也就是说 解除他最后一年的合同 他的意图是 现在就离开 在这个转会窗口 恢复自由身 北京时间7月28日 费城76人对官方宣布 球队与詹姆斯哈登完成续约 此前报道 詹姆斯哈登与76人签下的新合同为 六年6860万美元 其中第二年为球员选项 哈登将心帮助球队完成了补强 76人官方声明老板约时 哈里斯写道 今天我和世界各地的76人 球迷一起庆祝 詹姆斯哈登成为赛MVP 十次全明星和三次的分王 正式与球队完成了续约 他当时一名结束了组织者 和令人恐惧的得分手 他对球队的承诺 反映了他对这个城市 带来总冠队的决心 马金纪录部主席 赛雷佐周二在参加一个活动时 被问到塞罗加盟马金的 可能性的问题 塞雷佐表示 塞罗加盟马金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谁编造了这个故事 谣言就是谣言 我们应该让他留在原地 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增长 就会得到他们是不真实的 而他们不是 赛雷佐还借此机会 明确了排除格列兹曼 离开马金的可能性 财经方面的消息 即使周三收盘到九州冬业平均 指数上涨1.37% 收报于32197.59点 纳斯拉克宗指数上涨469.85点 或4.06% 收报于12032.42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102.56点 或2.62% 收报于4000.23.61点 截至发告 硅金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上涨17.2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1736.3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 报收于每桶98.07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 报收于每桶102.39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22884.60美元 美国参议院周三批准 截至周三收盘上涨 指数下跌1.68点 收报于3275.76点 恒指下跌235.84点 收报于20670.04点 日经指数上涨60.54点 收报于27715.75点 截至发告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675.85元人民币 美国参议院周三最终批准了一项 针对国内半导体制造 和科学研究的2800亿美元提案 该提案获得了64名参议员投票赞成 33名反对 这项为芯片行业提供527亿美元的措施 可能会在几天之内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在推动这项立法 分析人士表示 众议院看来在未来可能在8月休会之前 于本周末之前通过这项提案 周三早间 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 将该立法案推进到最后的投票阶段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当地时间周三公布了最新利率决议 将基准利率上调到了75个基点 至2025%至2050区间 为1986年代最大的力度加息 委员以12比0的投票比例 一致通过了此项的利率决定 声明表示 美国通胀仍高居不下 委员会高度关注通胀风险 坚定致力于让通胀回归到2%的目标 声明显示 将按照计划在9月份加速缩表 低假贷款支持证券的 每月缩减上限将升至350亿美元 而国债的每月缩减上限将至600亿美元 高盛集团近日指出 欧元区经济可能已经开始收缩 料鱼将于下半年陷入衰退 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 据媒体周三报道 高盛经济学家Jerry 的领导团队表示 欧元区将于今年下半年出现衰退 且持续到今年年底 预计第三季度将收缩0.1% 第四季度收缩0.2% 不过他补充到 当地的经济增长将从2023年级恢复 衰退原因包括 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中断 疫情后服务业结束反弹势头 全球经济增长势头的减弱 还包括意大利的政局动荡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柯宇帆和定然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片是 行人录一柯宇帆志涵和小源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Seato.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 欢迎您的收听 一本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的